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如既往的收听老宋讲故事 以故事当中的人、事、物为鉴 改正自己的缺点 修正自己的行为 情形放生 持续念经 我相信坚持一定有收获 真正修行的人一定会有丰硕的回报 今天的故事有点晚 出来呢 很惭愧 今天早上 起得晚了一点 接近十点了 老宋居然才醒 是不是很奇怪的件事 平时这种可能性不大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朋友全铺天盖地的消息 说呀 我们本地地震了 这个震源 就是我们这个区 就在老宋的脚下 太奇特了 老宋居然没有一点点的觉察 这个不是我们当地第一次地震 已经好多次了 无一例外 老人都在睡眠中 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强者 当然 这个地震呢 结束不高 三点几级 唯一一次 让老宋感觉到 有晃动的 就是 汶川大地震 震源在四川 我在山西 当时呢 住的楼层比较高 十六层 当时呢 和几个朋友同在聊天 住在摇椅上 当时还挺能享受的 摇来摇去 像摇篮住一般 这个时候呢 其实楼房已经在摇晃了 我以为 是我在摇晃 但他们没有摇 所以他们感觉比较明显 于是呢 就纷纷地 往楼下走 这都是后话 醒来之后 我就在想 真的很感恩一切 真的需要珍惜 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秒钟 谁也不敢保重 我们今天晚上睡去 明天还能看到 升起的太阳 人生 有无数个意外 无数个未知 是不是啊 很幸运 今天早上 去爽后 早送 老化无数 应该感恩 感恩 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 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 继续 为大家分享故事 如果 地震很大 也许 大家就听不到老宋 最新的声音 老宋不是悲观 也不是失望 实在给大家说 两个字 无常 人生 无常啊 有时候 有的同修会在说 我现在还很年轻 等我老了 一定好好学佛 或者说 我现在呢 在宿舍住 身边人太多 我不方便学佛 等我以后买了房子呢 好好学佛 等以后买了房子啊 发现刚开始至今紧张 没有买到大房子 就说呀 等以后买到大房子 专门 做一个佛堂 我再好好地念佛 或许 你真的有买到大房子的机会 大房子买到了 佛堂设立了 你会发现 事业的繁忙程度 已经让你忘却了念佛 事业成功 事业成功 早饭 午饭 晚饭 夜宵 都有人请客 或者 你在请别人 回来拖着满身的疲惫 只有两个字 是你想 要的 是睡觉 是休息 念佛 已经抛在了脑后 你想说 我闲了 在念佛 终于有一天 你可能躺在病房上 真正地休息了 真正地闲了 可是大家根本不知道 但老生见得多了 很多病床上的病人呢 他的痛苦是不可想象 难以预知的 年龄大了 很少就仅仅得一个伤风感冒 一得 就可能是大风 大家可以感受 也许你还年轻 你无法感受到呢 病床上 尤其是癌症病人的痛苦 但是你可能牙疼过 可能摔伤过 可能伤风感冒过 这些都不是大病 你有没有去念佛 你有没有去诵经 我猜想 这个时候你压根儿 无法静心地念佛和诵经 另外啊 不要说自己年轻 就一定不会得大病 这几天呢 今日头条 又开始呢 就说播了一些之前的明星 比如说梅艳芳 他才逝世出头 不一定又马儿去了吗 生前 无论有多大的成就 去世后呢 香港市民 悼念他 是万人空向 可是 他能带走什么呢 名誉不可能 地位不可能 金钱不可能 友情不可能 无论他今天 多么的出色 终会淹没在 历史的场合当中 历史当中 我们不乏 知名人物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早已被人 忘却在那后 长江后浪 推前浪 前浪挡在 沙滩上 万般带不去 唯有 夜水深 话说 您可能还会侥幸说 自己还不到四十岁 大家可以去收一下百度 英年早逝者 比比则是 三十岁的人 二十岁的人 十岁的人 十岁以下的 也有 很多疾病 已经模糊了年龄的界限 老人 得 小孩也得 在我们小时候 在我以前推 白血病这个词 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呢 转基因食品 肉食的犯人 导致了 导致了很小的孩子呢 就患了这种 很难治愈的疾病 再往下推 还有了很多孩子呢 被遗弃 生下来 就会死了 年轻的少男少女 在很小的时候呢 就出场进入 但是他们没有承担 把生下的孩子呢 随意丢弃 孩子刚出生 就已死了 这种报道啊 非常之多 有的 年轻的妈妈 把自己的孩子 随意丢下来 直接丢在厕所 或者直接在厕所 就已经生了 不敢告诉老师 不敢给家长说 更多的是 我们无辜的英灵啊 这些日子啊 我们这个地方 雾霾天气非常之多 当然 在我们的北方 冬天要柴暖 烧煤 这种污染 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这些污染 会影响到天气 使粉尘 使颗粒 还不能称之为霾 在这种粉尘的天气当中啊 有很多 孤魂 野鬼 但更多的是 堕胎 因灵啊 在 以前老师们 大家分享过 我们曾经 做过很多次的 雾霾 见证 也超度过物 但是好像 怎么送 也送不完 远远不断啊 可想而知 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 成了个什么样子 有的是出生后 死亡 更多的是 没出生 小蜜 就没了 而且是雪露 不模糊 对于这些英灵来说 她是很开心的 想来到这个世间 或报恩 或抱怨 或许呢 她 还要做出一番成就 也许 你曾经 把未来的总理 或者是 未来的一个领导 恶杀了 你没让她出生 这 就是定数当中的 一个变数 她原本可以投胎 但是 没有 从没有出生的小孩 到白话苍苍的老人 都一样 时刻 都面对着死 记得汶川大力震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唐山大力震 过去了很多年 但是让我们很多人 记忆犹新 我们只是侥幸 不是在那个地区 没有出生在那里 没有生活在那里 但是 没有出生 或生长在那里 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 如幽幽幻 记得以前火星南海 具体有没有这个人 不清楚 但是在2012年附近 吵得很热 说什么 地球将遭受大灾难 这个特别大情的灭亡人类的 或许 不会有 佛陀的经教里边 没有这样记载 但是特大型的灾难 都有可能随时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 比如唐山大力震 汶川大力震 就是 虎与虐心 他没有选择说 小孩可以 不死 或者说 年轻人 可以不死 不是的 除了这些地震之外 我们随时要面对的是 车祸 出行 是我们每天 大部分人所 经历的 我们现在车祸 很几乏 谁敢保证 你今天坐车出去 晚上 你就能平安归来 除了地震之外 还有很多 比如当时日本发生了大海啸 我看了视频 很震撼 一个村庄 一个城市 那是瞬间 刚开始冲的是汽车 那么多的汽车在水里边翻滚的 刚开始看视频 那些水 离视频才很远 转眼间 水已经冲到了附近 把楼房 都给冲着 在飞跑 海啸 海啸有选择 你会说 我这个地方 没海 大家 也看到过那些 泥石流 会将人瞬间的吞没 你说 你可能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山地 没有泥石流 咱们举一个小型的灾难 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孩子掉落了这个枯井之下 震撼了千万人的心 牵挂了千万人的心 那么多才这个挖土鸡 在绝境 在营救 但最后的结果 孩子还是 无奈地离去了 孩子不会想到 孩子的父母 爷爷奶奶也不会想到 爷爷奶奶也不会想到 早上还活 迸乱了孩子 晚上 人就没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无常 如果 如果今天早上 这场地震 像汶川地震 那个震集 老兄可能 也就没了 还好的是 老兄可能 能去个好地儿 或许呢 还能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有那么一点点的把握 大家呢 大家怎么想 如果有一天 灾难现前 如果有一天 无常现前 你碰到的 可能是地震 可能是海啸 可能是火灾 可能是发生的车祸 可能是杀人 热祸 可能是枯井 可能是泥石流 可能是白血病 可能是癌症 到那个时候 你怎么办 在听故事的同修 我想请大家现在 思考一下自己 静下心来 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 来回想 从小到大 你所做过的 善事 恶事 别总说自己很善良 要想一想 自己曾经杀过多少生 害过多少蜜 吃过多少肉 想想 这里是否顶撞过父母 师长 似乎 背叛过自己的爱人 朋友 在想 自己呢 做过多少 不在弟子归范围内的事情 坑 蒙 拐 骗 偷 吃 喝 嫖 赌 抽 你 有几年尝试过 然后 再去想 自己呢 做了多少好事 你参加过几次放生 去过几次寺院 帮过多少人 孝敬过几次父母 是怎么孝敬的 仅仅就是给钱吗 你 是否真正体会到 父母的需要 你有过救人与疾难吗 如果这些你还有过 证明您才不错 但是这些行为 能足够让你去极乐世界吗 你念佛功夫得利否 你的脾气怎么样 话说火烧功德灵 是不是啊 通常发火 生气 脾气不好 都容易让自己怎么样 让自己功德尽续啊 让自己功德尽续啊 很大的一个音 其实是念佛 念佛 念生活 功夫要得利啊 你说我功夫不得利怎么办 有办法呀 我们古人学武术 叫东练三九 下练三子 不是说 只在三九天和三福天练功 而是指 三福三九 这种极寒和极乐的天气 依然不间断 而我们呢 今天忙我们不练了 今天又应酬 我们不练了 不小心吃了点蒜 我们不练了 或者呢 压根就忘了 不用说三九还是三福 普通的日子呢 也忘却的比较多 如果让你诵经念佛 就好像呢 断头抬上牙 如果请你吃饭喝酒 那跑的那是一溜烟似的 仔细地去回想 自己所造的善业和恶业 仔细地去衡量 如果现在不努力的修行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遇到了无常 来生会在哪里 是地狱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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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中的声音是告诉你 很多人 很多人会在这里 是恶鬼到吗 还是畜生的 也告诉大家 很大的比例 将要往这两道去走 以前我们曾经骂人说 畜生不灵 这个社会也激进于如此 以前我们说 我们是人 要遵守人造 叫一父一妻 动物才是群婚 而现在呢 大家对好无作 老宋今天的分享 并不是说 告诉你你在哪里 然后鄙视你 笑话你 没有 人人皆是未来佛 人人都是自信者 老宋没有任何鄙视的意思 我们本来是一 笑话你和笑话我 会一样的 其实啊 我是告诉大家 深入反省自己的行为 正确客观的 看待自己的修行 怎么样呢 在我们还有一口气 还有人生 这个时间段内 抓紧修行 行善不能等 行效不能等 修行不能等 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 当你第二天醒来 看到次日的阳光 你会很欣慰 你会这样想 感恩上场 再一次寄予我生命 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 我们随时面对的事 这种状况 我们哪有理由 不去好好学佛 哪有理由 不去好好诵经 哪有理由 不去珍惜我们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 身边的物 身边的意 花一草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本来就很幸福 珍惜自己一切 现拥有的 你就很幸福 在幸福的生活当中 念出 圣经 把握将来的 往生一刻 别总认为死亡离你很远 即使你是寿终正气 你怎么知道你的寿命是多长 也许你只有三十岁 也许你只有四十岁 也有可能有七十八十 甚至你有一百岁 但是你想一想 你现在多大 你看哦 我现在三十岁了 他说我现在四十岁了 你仔细再回想一下 四十年前 四十岁 这一个范围 之前 想起来呢就是 眨眼 一瞬间 时间 本就是一个假象 四十年 就是一瞬间 也总觉得呢 从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 还能活多久多久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再想想去年春节的时候 2016年春节 你怎么过的 再看看现在的日历 你会发现 天哪 马上 快到二零一七年的春节 时间 不等人 愿我们每一个同修 都能把握好 当下 故事不能讲的太长 讲的太长 大家就心醉了 就心烦了 今天的故事呢 要不就 大家 分享到这里吧 期望老生的故事呢 能给大家带去 一分启发 也期待今天的故事呢 能让每一个同修 都能够警醒 老牛自知 夕阳晚 无需扬鞭 智奋体力 愿意看到一个精进的佛宝鞠 振奋的佛宝鞠 一个和和的修行团队 也许 也许 你从来没有到过佛宝鞠 没有关系 只要您听过故事 你愿意 修行 老宋也很欣慰 故事呢 没有版权 任意传播 只要对大家好 老宋 就无比的欣慰 师兄们 朋友们 老师们 感恩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希望大家 广为传播 让善的能量 正能量 越传越远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尊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正悟成佛 人人回归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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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